从前有一位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 她有一位恶毒的继母与两位心地不好的姐姐 我是灰姑娘泰罗 这是我的姐姐们 泰罗经常受到继母与两位姐姐的欺负 被逼去做粗重的工作 经常弄得满身是灰尘 因此被称为灰姑娘 有一天城里的王子举行舞会 邀请全城的女孩出席 但继母与两位姐姐却不让灰姑娘出席 才给她安排了很多工作 这么欢快的歌曲 可是我为什么一点都不快乐呢 灰姑娘十分伤心 这时有一位仙女凹特之母出现了 好孩子 我可以帮助你去参加舞会 但是你要告诉我 一加一等于几 我知道 一加一等于二 哦 小泰罗答对了 仙女帮助她摇身一变 成为高贵的千金小姐 我太开心了 我的滑板还时尚时尚最时尚 灰姑娘很开心 赶快前往皇宫参加舞会 王子一看到她便被她迷住了 立即邀请她共舞 欢乐的时光过得很快 一眼看就要五月十二时了 糟了 仙女告诉我说 要在五月十二点回去 灰姑娘泰罗只好马上离开 仓皇间留下了一只水晶骸 哎 这是她的水晶骸吗 王子很伤心 于是派大臣去全国探访 找出能够穿上这只水晶骸的女孩 尽管有后母鸡姐姐的阻碍 大臣仍成功地找到了灰姑娘 王子很开心便想回姑娘求婚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两人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